我会鼓励他们先来就业 然后觉得准备的差不多了 那有创业的打算 那当然深圳的市场会比台湾大很多 会宽度广度都会更大一点 那问题就是说准备好了没有 因为你刚从台湾过来就冒冒然去创业 第一你没有人脉 你没有资源 那可能只有本金 但是这样的风险是会蛮大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他先就业 先累积一些资源人脉 先了解整个深圳的业态生态之后 再做创业的打算 这样是比较安全一点 成功率也会比较高一点 在深圳其实他的资讯流通是非常快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他的人口流入流出各方面信息 他是比较快速的 毕竟他也临近香港 所以国际上面的资讯也会比较丰富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对创业者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沃土 所以坐这两个人 我们有点资源 这一边 是一个是何人